在場的委員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員 今天呢 這個大家一直在對所謂 我們今天要談促轉條例的時候的 所謂的程序發言 那從國民黨呢 剛剛的這些的發言 我們可以看得到 他們對於這樣的一個促進轉型正義的 一個恐懼以及排斥 那其實呢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需要有轉型正義的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即使我們說 我們已經解嚴這麼久了 很多的國民黨委員說 已經解嚴這麼久了 還需要轉型正義嗎 也就是因為我們台灣 從威權到民主 在這過程裡面 大家都沒有去反省 沒有去深思 沒有去檢討 以至於呢 這樣的一個傷痕呢 一直存在整個一個社會 大家要講 只有真相才有可能寬恕 只有寬恕有才有可能和解 如果沒有歷史的真相 也就沒有所謂的和解 那真相不是我們把它掩蓋起來說 我們台灣已經一片生皮的景象 所以不需要再去所謂的轉型正義 但是我們看到有多少的人 他經過228的事件 經過白色的恐怖的事件 經過美麗島的事件 然後他的子女怎麼樣在這些痛苦的中間 怎麼樣長大在這在這裡面所背負的這些他們的財產被充公 然後呢家人就不明的死亡等等 這些已經經過40年了 他們講說你在急什麼 我想等了40年不是很 不是說你在還在等什麼的問題 在急什麼的問題 所以呢轉型正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個國家從威權時代要進入到民主時代 然後在這過程裡面所面臨的很多的不公正不義的這些事件 大家怎麼樣能夠去面對他 共同去反省 然後呢共同來面對 然後只有讓這些歷史的真相能夠呈現 那才有可能大家來寬恕和解 那當然呢很多人會恐懼說 這是不是鬥爭 我們也知道說在轉型正義呢 在世界各國有一些不同的方式 曾經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也有說好我們就就地政法就直接處死刑 但是我們也看到說 後來覺得這樣子一個太這種所謂的狂標式的正義 太恐怖了 所以他們改成所謂的扭農堡大審 並不是所有的戰犯全部都判死刑 所以呢扭農堡大審之後 他也覺得說這樣子呢 還是太狂標 所以呢後來改成 我們看到南非的所謂的真相和解 那真相和解的方式是什麼 並不是把所有的人全部都把它政法 而是讓大家去敘述 你在公開的場合 在透過媒體的轉播 你去講出你在當時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呢用這所謂的 這個赦免你真相來換取你的赦免 那你只要肯講出真相 然後所有的人大家能夠知道說我的親人 到底在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是怎麼樣死亡的 那後來呢大家能夠放下 大家只要能夠面對事實 面對真相你就能夠放下 你能夠放下你就能夠寬恕 你能夠寬恕也就能夠和解 所以在今天所謂的促轉條例裡面 其實所要處理的也就是真相的一個發現 那以及呢所有這些政治檔案的公開 然後呢對於這些的不當的這些的黨產的能夠 能夠被追回了 把他所謂的屬於國家的應該還給國家 那另外呢當然我們今天要所謂的 對於加害人的處置 這處置不見的就是判刑 那對於被害者的一個賠償 那對於真相的還原 我想這是整部一個框架式的一個立法 其實不需要引起那麼的恐慌 他沒有所謂的鬥爭 謝謝 好謝謝油美女委員 我們現在這個程序發言都已經結束 那我跟大家做這個報告 因為今天不會再一次強調 今天不會進入竹條 那麼我下一次這個輪職擔任主席的時候 會利用時間來安排公聽會 那麼公聽會的原則呢 我會希望能夠擴大這個邀請的人數 我們把這個公聽會啊 這個各黨團推薦的人數把它增加 讓各界的聲音能夠盡量